你 小心 小心 你被咬了 没事 没事 别追了 我带你去防疫站 东西拿着 不用了 必须得去 好吧 走 你今天去宠物店了吗 怎么样 还顺利吗 我现在去趟防疫站 回头再跟你说 防疫站 怎么办啊 喂 喂 怎么这么笨呢 帮我跟教练请人家 说有急事 行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不看好他 还有你 让你去宠物店工作 你还得保护好自己啊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那是我自己的事 而且跟小猫小狗相处 这也是难免的 你不是过来怪兴我的吗 怎么还质疑 如果还有下次 谁的狗 我照这算着 我送你回学校发 我想回宠物店 不行 不行 难得看你们俩这么一致啊 这个手臂今天别沾水啊 然后私针的时间 我给你写好了 按时来等 去拿着 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是啊 本来是没打算来的 但是我看了你送我的那本 万物有灵且美 就忍不住在想 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 有趣并且不爱的宠物医生 然后就不知不觉地 走到了宠物店门口 行啊 小灯我们遇到我 也会觉得很幸运 不过 那本书 那本书是我送你的 就是跟你一样那本 是一个特别帅的小伙子 那本书的确很好看 是一个特别帅的小伙子 打不过来的 我也有这本 原来是这样 是啊 今天多亏我能来 还能照顾香香跟琪琪 就算受了有点小伤 也挺值得的 你能有这一份 为小灯小伤的心 你就已经做好了 成为灯物医生的准备了 明天 后天 大后天 之后的每一天 我都会在宠物店门 李希致 我找医生又看了点药 走吧 徐哥 再见